政府为了挽救地院产业 掌握关键的技术 成立台湾记忆体公司TMC 请能确定和日本的尔比达来合作 自于资金的部分将一半由政府来组资 另外一半则由民间投入 而TMC也将掌握创新的技术 提升产能的发展 至于也很有意愿的美光公司 薛明志表示要再做进一步的确认 今天是4月1号语言节 有一个最强的电脑病毒Configure 已经让全球300万台电脑受到感染 它会自动发送垃圾邮件来传播病毒 造成网站瘫痪 它会试图窃取个人的资料 电脑安全专家警告 即使愚人节黯然度过 Configure的威胁仍然存在 因此要时常更新电脑房租软体 使用随身碟时也要多加注意 台湾是否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世界卫生大会WHO 这张社权威消息指出 已经朝逻辑的方向在进行 也就是中国知道怎么做 才对两岸有利 而美国也明确表态 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WHO的活动 并希望5月份就能实现 至于将以什么名称来加入 还没有定案 G20高峰会明天登场 面对经济问题大国间各有盘算 会议将如何进展还是未知数 就在此时有伦敦学者表示 台湾未能参与G20是不可原谅的事 而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兴起 峰会能否带来乐观的消息 无缘参与其中的台湾 只能等待高峰会的答案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有的好话说 我是丹信聪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G20 就是20国集团的这个高峰会议 即将就要召开 即将是什么时候呢 今天是4月1号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愚人节 4月2号在伦敦就要召开 20国高峰会议 这20国家的领袖都要齐聚在伦敦 然后来一起商讨怎么样解决这么严重的 全球的经济问题 那伦敦时间大概不是明天 就是后天一大早了 所以说是即将就要召开 这个G20的这个会议 可是大家在想说 这个G20究竟能不能救全球的经济 有人认为说 如果连明天就要举行的 这个20国集团高峰会 都救不了世界经济的话 那么全球即将就要陷入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可是也有人讲说 这个G20这些国家各国领袖 都是各怀鬼胎 大家想的都是要图自己的利益 有的人想要占去 这个整个世界经济强权领袖的位置 有的人想要说 自己的货币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强势货币 大家想的部分都不太一样 因此法国已经扬言说 如果不能照着法国的意思走的话 他就要在这个G20缺席 就要退出这个G20 到底我们怎么样看待G20 就是二国二十国集团 这个高峰会跟台湾又有什么关系 台湾的经济能不能复苏 是不是全部都只能仰望 这个G20在明天的召开 今天有话好说好好来谈这个题目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政大金融系的教授 英乃平英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台大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 黄达叶黄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资深的财经记者卢燕丽 新春好大家晚安 我们先赶快来看一看 就即将要在伦敦召开的G20 二十国集团的高峰会 到底是要开什么会 而各界对于G20的期待又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次报道 全球都在期盼 这次的G20峰会 能够带来解决金融风暴的两要 但是如果回顾历史 在76年前也就是1933年的石油危机 当时为了解决飙升的失业率 及通货膨胀 总计有66个国家领袖 在伦敦共同召开 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 希望透过国际协议 来稳定全球货币体系 不过这场会议在美国缺席 抵制而各国内部又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旧经济会议沦为大拜拜 经济大萧条的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其实为了解决从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海啸 在去年11月与华盛顿举办的G20峰会 各国不但提高层级 由领袖们亲自出席 也做出了要推动金融改革 加强合作对抗经济衰退 建立金融防范预警系统等六项协议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美国改由欧巴马领军 各国领袖再次重聚 但这一次不但是G20的领袖们 对要先解决什么问题有意见 在欧洲不少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表达出解决失业比买银行重要 如果旗舰还是无法解决 这场高峰会恐怕也只是 另一场大拜拜的戏码 我们先来介绍什么叫做G20 这是20个国家 包括八大工业国跟11个新兴的工业国家 以及欧盟所共同组成 主要是要解决经济问题 之前在今年的初的时候 以及去年的时候都已经分别召开 所谓的财经首长的20国高峰会议 但是这些结论似乎大家觉得 好像不太能解决现在整个金融问题 因此把所有的元首通通再叫过来 再开一次20国的高峰会议 那大家对于这个G20 即将要召开的G20 有什么期待呢 我们来看看这样子 索罗斯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有名的投资专家 然后他说各国要解决自己 个别的问题都已经很困难了 更别谈20国要一起来解决 但是如果说明天 这个G20会议失败的话 全球的金融贸易体系 都会崩溃 他认为说很困难 很困难解决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全球将会步入一个 非常严峻的一个局势 然后龚方雄 这是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说 不要夸大G20的影响力 不太重要 G20只是在把握 整个全球经济的大方向 对于短期的市场影响 没有那么大 陶东这是瑞士信贷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他说各方开会之前众说纷纭 美国要的跟法国要的 跟英国要的跟中国要的 通通都不一样 估计最后出来的结论 大概不会是大家所共同希望的 伯格瑞典财长 同时也是今年下半年 欧盟的轮值主席 他说英国跟美国 是用扩大公共支出 但是这个方式将会严重伤害 财政恶化的一个国家 只好到英国跟美国 其他的国家 可能因为英美的这个措施 而导致更大的伤害 我先请教一下英老师 你自己怎么看G20 即将要召开在伦敦举行的 这个20国高峰会 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真的他没有做出 一个好的结论 真的全球就会陷入经济大萧条 我想重要是很重要 因为有全世界有20个国家 主要的国家集合在一起 讨论问题怎么样解决 不过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 要达到共识非常难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议题 光是这个议题的敲定 就已经互相之间 都有不少的争议 开发中国家要求 就是说你这个贸易的障碍要移除 那英美希望财政刺激 全世界大家一起来财政刺激 刺激经济复苏 那法国跟德国说 不要偏离主题 我们现在要的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 那中国跟这个俄国呢 俄罗斯呢 他们说现在都是美元要贬值了 都是美元会惹祸 我们现在要有SDR 就是特别提款权来取代这个美元 那当然中俄的这个提议 在预备会议面就被删掉了 可是这些其他的 在那边谈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像贸易障碍 大家都说贸易障碍应该取消 可是20个国家里面有17个国家 今天华尔街日报说 有17个国家 正在那边增加他们的贸易障碍 所以说要等到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然后大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 然后这个整个世界纳入规范的话 可能还要开很多次会议 不是一次就能够解决 没有那么好的 明天这样开一开 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不过我们再介绍一下 第四位来宾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李登科李老师 不过李老师我要请教你 然后索罗斯当然他的见解 跟那个英老师很像 就是说这个很难达成共识 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更何况20个国家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都一次能够解决全球的问题 可是索罗斯说 但是如果真的是 如大家所预料的解决不了的话 全球金融就会陷入很严重的 经济大萧条跟崩溃的这个问题 你自己怎么看 因为我们在从以往 世界各国的领袖高峰会议 不管是八大工业国高峰会 或其他的高峰会 似乎都只是在大拜拜 你怎么样预期 明天就要召开的这个巨额室